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星期一虽然东北季风稍微的减弱 天气回暖一点 不过东半部的水气仍然多 而到了周三 接近大陆冷气团等级的冷空气 将会笼罩全台 虽然星期四会逐渐的回温 不过接下来几天日夜温差相当的大 也提醒民众在出门的时候 要记得携带雨具 注意保暖的措施 气象局表示 周一冷空气减弱 各地多局部雨 气温稍稍回升 不过东半部雨势明显 沿海需留意较大雨势和长浪 周二封面通过 冷空气南下 北台湾地区率先有感降温 因为今天是东北季风减弱的一个情形 29号 30号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在下半天的时候 整个温度梯度就会开始往下降 我们可以从看到这个温度 大概从20度一路就往下滑 滑到16度 然后到12月1号的时候 我们更可能滑到降到15度 然后在沿海空旷或是晚上没有云的时候 温度可能还会更低 然后体感温度可能会更低 所以还是要注意保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号2号温度可能是最低的 然后从3号开始慢慢温度就回升 不过还会回升的幅度不会很高 最低温的时候还在16-17度 所以基本上这一周温度都相当的低 然后天气我们刚才说过了 30号那一波下来 基本上它是比较干冷的一些空气 所以从12月1号开始 我们大概就会比较晴朗一点 不会像最近这一周一直在下雨一个情形 周三起全台油感转冷降温明显 尤其东半部周三整日偏冷 周四之后天气才会转为干冷 气温稍微回升 但夜间清晨仍明显偏冷 东半部有零星短暂雨 提醒民众出门记得期待雨具注意保暖 记得讲防言华林区报导